道政法师 菩萨界本经 白话浅述 有的人他会讨论 过了中午才拿东西去供佛 或者是过中吃饭供佛 这有没有罪过 因为道理还没有想通 就感觉很烦恼 很不安 他烦恼万一下午才得到东西 没有供佛又犯戒 要供佛又已经过中了 感觉很烦恼 很为难 其实若是对提醒自己 不要忘记三宝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 是不论上午或下午 都应该要提醒自己供养三宝 虽然佛是过中不实 但是我们吃任何东西 都应该想到佛 这是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正念 另外 不可以用没有煮不能吃的干货 或是生了没有煮的菜去供佛 也不可以供佛的菜表面只做好看 上面都摆香菇 而底下去是其他的菜 甚至用米或其他东西垫底 外表很好看 其实是伪装 内容不实在 这绝对不可以 一般凡夫的新好伪装 连供养三宝也想要伪装来欺骗佛 此罪过很大 这种的心念就不太清净 不清净的心对我们修行 有很大的障碍 供佛依照自己的能力 老老实实就好 佛不会贪污 也不是吃钱观 更不会因为你有供佛 佛就对你特别保佑 要是没有好东西可以供佛 佛就不保佑你 佛是大慈悲 清净平等的人 他不会去注重我们所供的东西 我们用虔诚心 有什么就供养什么 有多少就供养多少 这样就好了 供一杯清水 代表清净的心 也是很好啊 尽心诚意就好 不必注重外表 好不好看 如果没有很多高贵东西供养 碗盘用小一点 有多少供多少 不可以装门面 必须实实在在 这很重要 还有供佛的香 必须用好香 绝不可用便宜的猎香 如果粗大烟多 毫无香味的香 甚至把佛像都熏黑了 宁可用真实的好香 小小一支就够了 不必贪多 有人问 家里若是有佛堂 是不是要整天都香烟不断呢 学佛的人必须要了解 点香供佛是什么意义 香不论是整支的献香 或者是香环 香墨 香柴 只要点燃它 它就会将自己燃烧 贡献出香味 遍布整个法界来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僧 供养一切众生 香是代表佛菩萨的精神 点香就是提醒我们 要学习佛菩萨的精神 就像香将自己燃烧 来供养大众一样 世俗有一种很好笑的传说 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炉香 这是对佛法完全不了解的一句话 因为佛的弟子须菩提 尚且都已经得到吴正三昧 对一切都不会去贪求争取 佛哪里会去争一炉香呢 人争一口气 这是事实 每一个人若是有一口气 就都会相争相变 但是佛是绝对不会去争一炉香的 若说这种话 就是对佛太不了解 太不恭敬了 学佛的人不可以随便跟着俗语 胡乱流传 因为一开口不但表示自己不了解 显示自己有轻慢的心 更是在散布一种错误的观念 每天念佛做功课的时候 如果环境不许可 也可以不必点香 用心香就可以 上颤下云老法师 都教我们用心炉点心香 观想我们的心口 有一个心炉点起心香 心香的香云 变满法界供养一切佛法僧 点香是在提醒自己的心 可以像香这样 变满无限的空间时间 来供养三宝 一只香或者一块香柴 闻它并没有什么香味 它的香味是局限在 那个物质里面 但是如果将它点燃 香味就可以流泄出来 变满虚空 传得很远很远 我们学佛发心也是像这样 如果没有点燃 没有发心 香味就发挥不出来 我们如果肯发心 肯把自己的心香点燃 这个香味就可以发挥出来 供养十方法界 一切佛法僧三宝 可能大家都曾经听过 五分法身香 我们的佛性里有五种的香味 有五种最香的香气 是哪五种呢 第一种就是戒香 是持戒的香气 若是持戒 就等于点燃内心的戒香 戒的香气 就能够变满十方的法戒 这就是用戒香来供养 第二种是定香 由持戒就能够生出禅定 禅定也是具有无限的香气 香味 第三种是会香 就是智慧的香 禅定可以生出智慧 而智慧的香 也是我们内心的香气 内心的香味 有智慧就可以 泄脱种种的烦恼束缚 第四种的香 叫做泄脱香 泄脱的之鉴 也是一种香气 第五种的香 是泄脱之鉴香 五分法身香就是戒 定 慧 泄脱 泄脱之鉴这五种 平常点香就是在提醒我们要点新香 新香一点起来 便熏一切众生 使众生都能够进入佛的智慧 大家都能够开发出五种的法身香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 整个地面 树木 花园 都充满了无限的宝香 每一处都是香气四溢 任何一片树叶的香气 都能够充满十方的世界 以上是顺便附带说明 在加菩萨界的第一条和第二十三条清界 贪财物界第二 下面继续讲第二条清界 题目是贪财物界 这一条界是教菩萨不要贪求财物 要少欲之足 不要做贪欲的奴隶 若菩萨多欲不知足 贪着财物 是名为犯众多犯 是犯染乌起 我们用简单的白话 将戒文解释一下 如果因为受过菩萨界的菩萨 无论是在家或出家 都应该把心放在道上 少欲之足 如果反过来多欲而不知满足 对于钱财物品生起 贪爱执着的心 就是犯菩萨界 犯界的起因是贪欲的心念 会污染心地 所以是犯染乌起 下面我们一句一句解释 若菩萨凡是受过菩萨界的人 无论在家 出家的菩萨 都必须学习少欲之足 反之若多欲不知足 有一万就想要十万 有十万就想要一百万 甚至一兆等 这样就是多欲不知足 贪着财物 就是对五欲中的财物 如金、银、七宝等 生起贪着的心 菩萨若是生起这种贪心 是名为犯众多犯 是犯染乌起 就犯了轻购罪 是犯众多犯 也就是突及罗罪 而轻购罪里面 也分轻重不同的罪过 这是属于较重的罪过 因为它的起因是染污的 被贪心污染到了 所以是犯染乌起 必须向一个清静的菩萨 发露忏悔 认真改过 才能够恢复清静 世间凡夫 谁不爱钱 无人不爱钱 大都不知足 尤其对钱是多多益善 不但大人 连小孩也想钱多多 以前 慈航老法师 曾经说过一个故事 话说 吕洞宾已经修炼成仙 有点金术的功夫 能用手指点石头 变成金子 有一天 吕洞宾出外去游方 遇到一个小孩子 就和他聊天 觉得这小孩子 很聪明伶俐 就想要试试 这小孩子的心地如何 吕洞宾看路边 有小颗的石头 就用手指头点了一下 将石头变成金子 要送给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说 我不要 吕洞宾心里想 难道这个小孩有修行 不爱钱 不爱金子吗 可能是嫌太少吧 吕洞宾就在指 一颗比较大颗的石头 将它点变成金子 要送给这小孩 这个小孩还是说 我才不要 吕洞宾就更加好奇 问他 小颗的不要 大颗的也不要 难道你真的不爱金子 不爱钱吗 这小孩就回答他 再大颗的金子 也是用得完啊 用完就没有了 我要他做什么呢 吕洞宾说 那你要什么 这小孩说 我要你的手指头 你的手指头给我 我如果用完 就可以自己点 用完就再点 永远用不完 这个故事说明人的 贪心是无限的 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 因为世间人的贪心 无止境 所以世间种种的罪业 大都是因贪财造成的 这也正印了一句俗话 人未财死 若是学佛了懂得佛法 就会知道 钱财 美色 民生 食物 睡眠 这五种是地狱的五条根 如果对世间的财物 贪心太重 将来难免要堕落三恶道 若能了解这个道理 贪心自然就会减少 一切看淡 就能够少欲之足 世间的一切都是苦 空 无常 无我 不尽 是虚假不识 如幻如画的 俗话说 钱财不过是传手宝 财宝在世间 只供人暂时借用而已 它是流动的 经过人手流通而已 哪能永久持有 明白这道理 那么贪心自然就会减少 这毛病必须用心对质 才不会增长贪心 才能少欲之足 这个世间很奇怪 贫穷的人 往往是过着安乐 自在的生活 而有钱的人因负债众 反而生活过得很不安 很不快乐 这怎么说呢 人若有一百万 他不能知足安乐 就想做一千万的生意 希望赚更多的钱 因此就设法贷款九百万 结果就变成负债九百万的富人 要让自己压力很大 过着很苦恼 不安稳 贫穷的生活 时常忙到连三餐都不能安心吃顿饱 为什么呢 为了要追那九百万 追得很辛苦很忙 时常要忙着动脑筋应酬 忙碌到不能够安心地好好吃一顿饭 甚至连吃一顿饭都要忙着接听电话 一辈子有可能是追到很多钱财的数目 但是从来不曾安心用过一块钱 虽然有钱可以买一张上等的床铺 带很漂亮的被子 吹很高档的冷气 但是晚上睡觉做梦也很操心烦恼 不曾好好睡过一晚 人若内心清静没挂碍 其实一块木板 一二尺宽的床铺 就能睡得很舒服 很安稳了 但是如果为了想要住一间好的房子 又有好的装潢 好的床铺 可能就会让自己忙到无法好好地睡一觉 人都是很贪爱财物的 明明就只有一个头而已 偏偏买了许多顶帽子 明明衣服穿太多会热 偏偏有好几厨的衣服 明明脚就只有两只而已 却有一大箱的鞋 有一双鞋其实就够了 我们又不像蜈蚣有那么多只脚 需要同时穿许多鞋子 但是因感大流行 却买了一大堆的鞋子 尖头的 圆头的 高的 低的 红的 绿的都有 人若是没钱 没贵重的东西 出门都可以不避锁门 很方便 说实在的 只有眼前你端着在吃的这碗饭 是你吃得到的 明天的饭 吃得到吃不到都还不知道 人有很多东西 实在是用不到的比较多 只是地震时会摔下来乱滚而已 人若是不要那么贪 东西少一点 平时也省得管理 出门不用挂碍 晚上不必操饭 地震不需担心压坏 火灾不用担心烧掉 灾难过去了 也不用整理的头和脑胀 日子不是好过多了 可惜大家都不知道 以为财务愈多愈好 其实是疲劲比享用还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